你知道在深圳考上高中到底有多难吗 去年上功率最低分为313分 今年狂标志349分 非深呼更是391分 录取率只有44.4% 这意味着4万多中考生都上不了普高 被深圳家长和学生最为看中的四大录取分数线 更是高的离谱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困扰着很多身边的朋友 既然深圳上不了 为什么不选择临深的惠州呢 虽然双城生活有点辛苦 但是随着交通的完善 未来也一定会很方便 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升学有保障 再也不用忍受残酷的中考竞争压力了 深圳这座城市随着人口不断的涌入和发展 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特别是匮乏的医疗和教育资源 让我们倍感压力 但是生活的选择 不是只有眼前这一条路 换一个方向 也许就有新的答案